你媽媽的那一段是什麼意思 就是 婊子你在看什麼 我問一下 身為混血的你啊 因為這種情況而感到很困擾 其實會 而且別人會說老外 我覺得老外這個詞聽起來就很歧視 很歧視嗎 小時候國小朋友都叫 聽了就好像一個 就跟台女一樣 就你可能聽到你別人講你台女啊 還是你現在有點不爽 其實我對台女真的還好 剛剛那個是我第一種會問 就是比較適戀的問題 第二種就是 然後第三種就會是 那你住天母吧 天母是什麼 我不是台北人 你看起來超級貴族耶 你看起來像從天母出來的 真的嗎 謝謝 說真的因為他長得比較漂亮 不過因為你是混血人的關係 你生活中會有什麼bonus 會有什麼好看的嗎 你有做出去 有帶錢包 呃 他一直挖坑給我跳 我覺得小時候比較常會有 就是你去買便當會多給你一隻雞腿 他的口音很台耶 我就是台灣人啊 那會有什麼潰擾嗎 我覺得外國人還有一點也是 就感覺好像你交過很多男朋友耶 對不對 有吧 我們不是外國人 不是 沒有因為我之前在自己實況上面 很常看俄羅斯的節目 蛤 轟靈之戰 我跟妳說 那是國民的電視劇耶 就是很多車 然後你要猜哪一個人在裡面對不對 你們覺得這是真的嗎 可是其實俄羅斯的迷信 你知道嗎 是嗎 黑幕 我媽就跟我講說 什麼外婆 什麼生命屋 他要用藥草幫人家治病耶 應該是真的吧 我跟妳這樣有在拍傳達的 是最近不是之前 沒有你發片發那麼不勤勞 欸我還要上學呢 大學生呢 大學生耶 18-20耶 你餓了嗎 你會開什麼 剛餓 我跟妳講 這圈已經沒有20出頭了 因為我們這個圈子比較多 可能是Youtube 或者是Twitch 20歲以下或左右的都在抖音 在那邊拍那個帥帥的大男孩 完美的身材嗎 那你怎麼會選Youtube 你為什麼沒有選抖音 我有點歧視抖音啦 KR女生很少負評 KR女生打遊戲就會有負評 你在講一次 做什麼都會有負評吧 你有什麼好負評的 無聊啊 你是不是想嗆我 沒有 怎麼跟黑龍比 比較無聊啊 你沒料啊 他都已經長這樣子 然後講這麼道地講沒料 他這樣已經很有料了吧 他臉精靈一樣 然後他被說沒料 長得很鮮 然後開口就是 紗小啦 沒料 沒料 除了拍片跟上學之外 平常 我就是會去睡覺啊 我覺得我現在20 我講這個很靠北 但是他講靠北 他的靠北好那個喔 高中體力很好 我會到處亂跑晚上都不睡覺 但我現在已經很容易累了 真的 20歲 你有沒有聽到講什麼 20歲有差 你有聽到講什麼 20歲有差 你們也有感覺吧 沒有我們是30歲的 對 因為我們已經一塊時代了 我真的去看一下俄羅斯的那個 光是他們的字 就超難學 有的言文字 就是俄文 你知道這個言文字嗎 我不知道 還是用我們已經過了那個年紀的關卡 還是那是20歲20歲的人在用的 你30歲以上不知道的20歲的網路 你就換人家換你 拼喔 拼是幾百年前的東西啊 拼啊 你要是什麼 不要旋轉我之類的啊 你旋轉我 好像要這麼認真是不是 結果都完全不講話 沒有想贏啊 是不是其實是有一點難度的 這麼生氣喔 你什麼小學生啊 我們覺悟的烏龜 白人 這遊戲最強的族群 就是日本小學生 白人不要被我遇到 一堆小學生 好不爽喔 這遊戲 哇 沒事啦 小學生啊 小學生在那邊 台灣大學生加油啊 台灣都在讀書啦 我們是亞洲國家耶 日本小學生寫完功課之後 就在打電動 台灣小學生在打 小學功課在補習 他很厲害耶 日本小學生不補習在那邊玩遊戲 不要被我遇到 已經可以去日本了 年底去日本的時候見到一個扁一個